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介绍 2011精力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三轮的比赛 这场呢是由安徽宁国市政 对 对这个爱慕先生 手续呢可以说是这个安徽队的 安徽队是你的主队吧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个主将也是让我非常关注的一盘棋 也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看 那我们还先看看棋局 对是由谭笑对范婷玉 谭笑对对对 谭笑今年的战绩非常好 非常好对 好像很少看到他书席 我印象里就是国内股 还有国际的比赛都比较少 我们队里面谭笑年龄最小 这个在主力里面年龄最小 我们队还有98年的小朋友 那个谭笑呢 在这个以最小年龄最小的身份 永当主将重任啊 而且前两轮的比赛中都获胜了 也是非常不容易 那今天其实也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 但他这个顿手 小范范婷玉 那比他还要年轻 对对刚才我们了解一下是96年的 96年的 才15岁而已 对才刚刚15岁 谭笑是93年的 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刚给他过完这个生日 刚刚18岁 整个的青年 范婷玉倒是确实最近也是一颗心心 范婷玉也是成绩非常的 进步非常的快 他连续两年 去年和今年都是新人王 新人王 对 能蝉蝉新人王非常厉害 以前我记得周月阳曾经蝉蝉新人王 我估计这个范婷玉 照这个势头下去以后应该也是会像周月阳那样的人物 我觉得 对那你 应该是 说不定他世界冠军是很有可能的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吧 这个小汽手能更加出色的表现 周月阳现在我们都知道已经是等级分全国第一了 中国流 希望小范能够追赶甚至超越他 所以今天这期应该是比较有看头的 对 两个人 虽然是很年轻 但是可能在奇迷的眼里面 他们名气不大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谭笑是刚刚获得了一个李光碑的冠军 对 击败了李哲得那个全国冠军 这也是一个作为他来讲的一个飞跃 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成绩还也还不错 去年联赛下的也很好 但是在头衔战啊 包括是各大赛事中没有什么太过出彩的表现 今年呢是先是在这个BC卡杯 就是世界比赛人员进了16强 16强对 然后又是得了这个李光碑冠军 还有一个他是又进了LG碑的这个本赛 比如说我就没怎么见他熟期 基本上都是这个势头太猛了 据他自己计算啊 说这个如果再公布等级分的话 他已经进入前十了 我又跟他开玩笑 我跟他开玩笑说说你这个公布完之后 他因为又赢了很多棋 如果说你这个势头再下去的话 八月份再公布你可能就前三了 前三 对就是急身三甲了 这也是基于很大的期望吧 他是我们 我们队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势头最火爆的一期 我们来看看 中国流 中国流现在是太常见了 家喻户晓 今天我就是早上的时候看这个维甲的新谱 有至少看见两三盘就是主将战 都是以这个中国流开局 中国流这个当时要说起来最经典的战役 就是今年中韩的对抗赛 一次今年的叫什么中韩的对抗赛 就是团体对抗 五对五的对抗 其中有一轮中韩对抗是一共下了十盘期里面 有七盘是中国流 还有第一轮是下了三盘 第一轮下了两盘 第二轮的时候五盘 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 全都是中国流 也说明现在这个中国流是太流行了 他已经流行很多年 那他就是可能某一阵子会特别流行 对对 经久不衰的一步 但白旗对付中国流下法也是非常多 有挂这边的 有挂这边的 这个挂 这个挂都有 他实际上走这个 这也是据说是古力的新功夫 古力最先发明的 就单拆一个 他特别喜欢 也不是说他最先下的 但他最先对这招旗是发表了论文 他是觉得这个单拆一个好 他有研究 现在大家都效仿 鼓励还是说的还是有可信的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老师都说这个挂呀 如果人家这边有子的时候好像不太敢从这挂 对是不是只能比如说这样挂 打飞挂或者是二肩高挂都有的 对这我也有印象 以前是那么悬 对对对 说这个挂过分 就被人家一家这个 对 人家这子正好接应挂的这个作战不利 嗯嗯 腰刀不行 因为争子不利 人家这个有子 然后如果跳的话呢 这个苦战 人家有子 但是现在真的是理论完全颠覆了 尤其是年轻人 他没有什么不能下的 没有什么不行 想到了就能下 尺头转了 对是在这个 有意思 这条棋我记得当年是在大概十多年前了 那个韩国棋手发明的 好像是刘昌鹤 印象中是 刘昌鹤的棋风是非常华丽的 就是非常好看 他独创 就这个 这条棋的用意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尤其是在你这个地方有子的时候 你这没子他不下这个的 这个也不能 大家不能这个被捕 没有我也下这个 那不行 这个是专门针对着 人家有这个子的情况下 如果跳 这是老丁士 嗯 表情肯定也跳 跳 这个时候呢 就被人家一见 先说 他就不会 不会是再走在这儿了 对吧 对他不会再走在这儿了 嗯 那我们再来看 换个次序 走这个 你如果跟着硬 这个是大家绝大多数骑手的第一杆 他在跳 这个黑棋愿望就达成了 嗯 就相当于他跳着了 嗯 实际上黑棋是这个意思 嗯 那他这个呢 其实这两个子之间是没有完全的联络 但是他朦朦朦朦 这有一点这个接应的感觉 你也不能去这儿乱靠 这都是俗手 嗯 分不断摆起 你要靠的话 他明显比在这儿好 这大家其实有最简单的思路就行了 对 如果靠的话 在这儿这是定式 那些一般 一长 一顶 一跳 或者长这个也有 这是定式 那这个子显然是废子啊 这撞在人家那个墙上 这废子 但是他在这儿好太多了 他那以后是完全下的 对对对 这个最起码是没撞在你墙上 这好太多了 嗯 所以白棋 最简单的 他不能在这儿靠 嗯 那你这个飞也不好 所以说 呃 当时 就这条棋是 呃 华丽的一首 很漂亮 现在大家也都会破解他 就是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嗯 就把这个次序 其实还原过来 对 如果你再跳的话 我还是次 对对对 嗯 你如果跳这个 我就跳出来 嗯 这样 这样的话是 另一盘棋了 这个就是 嗯 黑棋选选选择了这个方向吧 但是毕竟这挂一下还是有点损 这挂一下还是亏了 就如果看这样的话 这这个交换啊 如果死进去还是挺亏的 嗯 所以选择跳这个 黑棋还是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走的就是双方 又还原成这个老定士了 嗯 这个时候 其实是有分歧的 这个时候盖下哪 实际上是 嗯 嗯 风格不同 如果从这招棋的本意来说 刺一个的本意来说 刺着了 他就要把这个拆回来 对 因为他这是为了先手防断 嗯 防止你飞下来 但是那个也是有前提的 是见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如果要是您是一个呃 年纪呃 大概在二三十二三十岁左右以上的 骑手 大家我觉得都会见过这个 这叫著名的小林柳 当年是最流行的呃 在小林光一时代是 这个家喻户晓的一个 布局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白旗的效率是 对是白旗效率是最高的 他正好把这个飞防住了 嗯 而且这个后面研究的很深啊 对飞下来的这个死活 大家都研究的很清楚 没有问题 刚好扛住 嗯 但现在是这样的 也就这个地方白旗少了一个接应 那么你如果还是以为 煎一个就防住了 就错了 这个还是不能被定式 如果拆这个的话 这边飞下去 嗯 对这边飞下去 如果这样 嗯 这没有子 这有子的话你就搬了长 可以的就不行 嗯 这没子你先搬都不敢搬 搬就被人家一断 嗯 是 只有长 他就爬两个飞过 那个白旗不仅底下实地受损 而且就被分段一块儿鼓起 那就脚上以后是不是 哎 脚上也是被欺负 通常连搬 对 所以白旗还是不能脱先的 刺一下之后呢 是可以当做先有便宜 但是没完 这还要走 嗯 走这个 哎 如果硬一个的话 他就肯定是脱险了 对 是这样 先脱一下 对先脱 脑架 手脚 手脚 开始挂一下 这个挂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曾经有一次我记得我问过他一下 我说 就是他是觉得挂一下是先手便宜 如果你不走的话被黑旗一跳 是比较完整的起行 当然这里面将来还是有打入 但这个打入就不严厉了 这打入人家可以让你活苦活 不严厉 挂到一下之后呢 黑旗无论再怎么走 比如飞呀 那他爬了一飞就活得很舒服了 就比刚才活得舒服多了 所以说他的理解是认为 这一下交换 白旗是便宜的 无论是轮到白洞 还是轮黑洞的时候 都是便宜的 所以他有功夫就先把这下交换掉 但是这也是棋风 就是也有些棋手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高挂 高挂的话呢 就是黑旗在这边出头就更难受 没法出头了 你就只有去底下拖着 就是这是两种风格 一个是想便宜一下 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要再下棋 对 出手 所以说这个也是看棋风的 谭笑的现在的棋是比较灵活 我觉得他现在棋风比较灵活 他更喜欢这快速度的 先挂一下就是再走别的 这是比较喜欢的 天气是尖顶 但其实我对这张棋 我觉得不是特别欣赏 感觉上这张棋挂在里面 没有什么好的可能 因为这个地方人家毕竟有子了 而且这张棋特别大 就你在这个地方虽然把黑旗破坏了 但是你破坏的同时 黑旗必然 比如说这个跳就变成线手 那在一走的时候 这个子就死进去了 也就是说 假如说看成人家这跳一个 对这边是有用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这样理解 虽然他这个地方没子 这个地方暂时没子 但这次呢有一手棋价值 就相当于这招棋实际上是 可以把它看作是黑旗在上面有一个的 就对下面来说他管用 这招棋管用 那如果看这样的话 你怎么可能从里面挂呢 对不对 就是说你就不能在这边下棋的时候 就不能让黑旗走到这一手 对就是要考虑到全局 就是说我在这边看上去 我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人家有了这一个跳 下面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利益 所以说如果要是看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总是从外面挂好 那个选一个宽的方向 是就是对将来这个新棋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但他有他自己的思路 他可能是觉得黑旗这边比较厚 他喜欢把棋打散 嗯 我总之我是觉得他从里面挂 稍稍有点奇怪 就人家这个跳本身效率很高 他还要凑着人家走 有点奇怪 就先黑旗的话 他就是最最简单的 嗯 白旗掐了他就是抢这个跳 对因为他很自然的走的这个 很自然的走到 效率白旗就不对了 嗯 你看白旗还在跳 然后脚上被顶住 所以这张旗特别大 嗯 这张旗白旗一飞之后 可以肯定的说白旗的空比黑旗要多 这边虽然是黑旗四个子白旗两个子 但是白旗两个子比黑旗的四个子目数要多 黑旗完全落空啊 完全落空 嗯 所以说这条旗呢 绝对不能错过了 嗯 就走完之后黑旗就有这二十多目旗 接近三十目了 那就是这样的话 我总觉得白旗是这个 挂一问 是有问题有问题 不能接受这下吧 这个你就是私下的时候 可以跟他 对我要跟他那个探讨探讨 我觉得这个呃 如果要是他能说服我的话 那确实是我要重新学习尾旗 这个是 那就跟我的以前的理论完全不一样了 呃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旗一二三四这四手旗 木数如果被人家一般 这一共全没几目旗 没明显没人家三手旗围的目多呢 嗯 那个 这个效率肯定是成问题的 这边效率也成问题 而且又是先交换过的 这个你先交换 这只可能还不如让人家走成这样的 嗯 刚才我说 他总强调 他就挂一下便宜了 那你现在如果被人煎到 这便宜什么呀 这都死进去了 这显然是 这些显然也亏了 因为我觉得有点矛盾 他这下法 就是这个挂跟这个挂 这矛盾 对 我觉得 至少吃保留意见 对对对对 不是很赞同吧 跳 嗯 然后 嗯 但是他现在成绩很好 他也很厉害 我们也不敢乱说 也许人家是 这个是高招 这是有新的思路 嗯 还是看看他 他有什么 嗯 所以 然后是走了 这个 弹笑的后半盘是非常强的 这个 我知道他是 主要是以后半盘 就迎起啊 主要是迎在后半盘 嗯 但他最近的起步 我看是有变化 就是他现在前半盘 也在逐渐的加强 嗯 在走向成熟吧 就是我希望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 前半盘领域里面 再多跟聂老 再多学学招 以后能更强一点 就全面了 嗯 我可以点这个 这盘棋 我觉得能 给我感觉 就是一个 对围棋 理论上的一种颠覆 双方都在 那个挑战一下 之前围棋的理论 呃 这个点啊 对 我实在是 就是说 让我猜的话 这个如果这时候 给我选点 然后打破脑皮 我也抢不出来 这黑漆是要 往这点了挡呢 就看不出什么好嘞 这个显然是太局部 来说这个 这么小的空间 还要去搞 这只能是后半盘 才可以想象 对 现在你看这个 排在布局上面 还有这么宽 那么大的 对啊 就随便一点角 就几十目就出去了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搞的 确实是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几步 回头也要问问小范 因为这个小范曾经也是 经常跟我在一起摆棋 我也跟他那个很熟悉 他棋风 我虽然很 算是很了解吧 但我这也确实也想不到 这超出了我的 那个思考的范围 单排棋肯定会管 这个底下这点空给你好了 外面打的地方多得很 是啊 一起算是把这个点 这一点把黑棋点的 头要晕了 我觉得 他肯定想的是 你如果搬 把这一壶 打吃 我估计它是沾上 然后你这个地方很难受 他就捡到你骑行上 你如果捡 他就一飞 对 对 他是要就是反共白骑 其实是 对对对 他这力量很大 小范 小朋友力量很大 在会儿捡这个 捡这个可能是骑行 但这是他的一个理想 这白棋不会从这个 缝隙里面把它分断 没有意义 没有是木 他先点这个就是不一样 你如果立的话 那他再来搬 那他可以搬 对 那这样这一下交换 他便宜多了 他就先点一个问问你 你如果先挡这个 那他就不搬了 他走那边 便宜多了 他这个就不用搬下来 因为他是顶先手 所以说他就可以走外面 走别的拖先也可以 这个时候先点 让你难受 嗯 是这样他是退回来 把他在脚上至少木树上 这个黑棋我觉得 很舒服 这这几招其实实在是 亏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 都能想象 倒难以理解的这个程度 对对对 确实倒难以理解 但是这个年轻棋手 后半盘都厉害 嗯 你前面别看他 那个可能 去这个 就是 境界上来也好 或者是什么 布局的理论上也好 那个差一点 但是他 还有后半盘有劲 他能给你 全皮这个力量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黑棋 从点开始啊 嗯 这叫后手亏 你这还得补一个 对对 你补完了之后 发现咱们秋后算总账 你掏他这点木树 还不如人家火角大的 对 嗯 就花了一手 其实还亏 这就属于完全不可理喻 这个 这火角已经先手 25目了 就是 20目朝上了 嗯 这个地方能掏出多少东西来 实在是难以想象 石阵 他 他又肥 他继续 他的梦想 其实要纠缠白棋 他其实想的 肯定不是说想破控什么的 他就是觉得你这块 有一些毛病 他想来追究你 他这个小贩风格就是这样 他觉得你薄的地方 他就一定要来收拾你 这是 他比较擅长吧 摆起飞飞起 搬这个 嗯 哦对 这他 都是组合权 他都是连贯的 他先先搞这块 然后飞下来 飞下来之后 目的是搬这个 倒是思路倒是很连贯 就是效果不一定 对 这个应该不会好 再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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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点 其实局部来说可以考虑做这个 这样 就局部本身 那个效率是最高了 嗯 你看他点这个 就是飞起扳 嗯 飞起飞 反正飞这局部来说是好气 嗯 白棋 但是白棋 其实也可以满意 等于白棋先手打拔 然后黑棋在这补了一个 点一个烧损 但是他这个能先手走成这样 也还可以接受吧 嗯 嗯 嗯 下面两步我觉得这个我又我又看不太懂了 这又是呃 年轻骑手 这个 就倒下 嗯 滚 回头还是得跟他们学学 嗯 这招棋 难道不大吗 哈哈哈 确实是有点 我刚才想的是 受不了 我说这个子难道大吗 哈哈哈 对这别挡 当然不要挡这个 嗯 这个他吃你这个有什么好怕 对啊 对啊 没有价值 嗯 就把人家最关键的啊 如果我们下棋 一个是要点目 看着这个呃 就是他棋的本身的价值是多少 再一个要看厚薄 就是说他对这个全局的厚薄有没有影响 嗯 就别人有没有危险 但是我们看这块棋可以棋 这白棋应该没有什么想法吧 脸上贴厚 嗯 嗯 能对这块棋有点像 好像也是 不太可能 嗯 那就这个子是有什么用呢 他把这个子吃了 无非就是木树问题 食木或者 对啊 你把这个子救回来 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木树问题 对他人家造不成任何危险 嗯 或者是他觉得这时候他形势已经不错了 他这样补一个 他就是为了把这块棋补厚 补厚的话 啊 他就补厚 其实这挡一个没用 他就是想是跳这个 他实际上就是想要跳一个 把这块棋下厚 趴人家整体供他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因为白棋这块非常厚 嗯 剩下其他地方都是在里面的 都是没有 谈不上这死活后包关系 就专心处理这一块是 不会有问题的 他没有必要就是太担心 这块棋被供的很惨 嗯 这个还是肯定是小 上面那个角要比大得多 嗯 看对 特别漏了一下 这排棋的后半盘特别精彩 我们 多欣赏一下后半盘吧 前面这个 没法 没法给大家讲 就是判断 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跟我们的价值观有点不同 回头再 有机会的话 我向他们请教 哈哈哈 其实把这提了 嗯 这提了 也就是说这期其实他提这个的时候 也就是宣布这个棋到目前为止 全盘已经没有什么大棋了 因为这提显然是一个 嗯 就这步棋显然不是特别大 嗯 也就是说 反正轮你下吧 那个 随便你挑吧 对 我也不想攻你了 就大家开始比目 嗯 这弹效也是很擅长 所以这个 这都是 开着小坦克车的推进 真的都是步伐很小啊 一些 嗯 然后 点一下 嗯 这他不肯他要反击 靠段 好气 这个是好气 这个是 体验出他们强的地方 嗯 也是要 就是 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他点的时候 他一定不是粘的 因为他粘你再搬 他 如果将来啊 蘸白几度脱鲜了 你再搬 他反搬 对 你再去吃的时候 他就不要了 他就给你了 对 这已经便宜了 这个子等于是 花了一手钱 对 你如果现在这么走的话 我肯定不会在里面粘 嗯 我最起码强在外面也好 这段点都没有 所以说他一定要第一时间靠段 嗯 这个让白棋这个子现在还很重的时候 他靠段 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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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是一排细棋嘛 我们还是就是随时给大家做着形式判断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形式不错的 从他这个就是招法上也能看出来 对他肯定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还是这个黑棋点进来这串下来有点受不了 这个亏太多了 这时候应该是白棋好 它是拐的一边 拐 嗯 它是先靠的 对先走那边 嗯 底下的拐 嗯 先 擋住 拐 拐 拐 这个时候就是 黑棋这块没活进来 白棋呢基本上活了 双方的中斧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潜力 基本上就处于一个比控的状态 嗯 定型收关 对 黑棋这先手贴是非常舒服的 嗯 因为白棋走的显然都是难关 黑棋这外面每多一个 多多少少都有点木 嗯 都有点潜力 黑棋去接上 对接上 白棋也做货 黑棋打吃 这个打吃 嗯 这个打吃 我觉得是本局白棋第一 很有问题的一手 这手白棋就脱线就完了 这局部已经活了 嗯 可以挤 哦 因为这挤是先上 还是绝对先上 嗯 这已经 局部已经活了 而且你扳这个 都后手 你扳这个 它如果挤的打上 这些黑棋都后手 嗯 你扳一个 它就算做活 它可以先夹一个 夹一下 对 讨厌 嗯 这个地方已经很小了 就是白棋可以脱线了 那实际上吃一个呢 他可能是以为 就是 对他以为绝对线手 嗯 那这样被人家一团在这 这个我估计他是 打死他也没想到 人家团这个 嗯 你不沾这个 如果他只有沾 那白棋非常幸福了 对就脱线了 但他这个子放在这 黑棋同样是做活 呃 黑棋因为下一手他就做活了 你这个 呃 他踩在这就做活了 对 你这段 提这个子他无所谓 对 这个还是有点微妙的 就是怎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提 黑棋打 这样白棋呢 确实是可以说先手分断黑棋 嗯 因为 这白棋无忧解嘛 你再提回去花两手棋去沾 可以说是已经把黑棋分断了 嗯 但是分断了没有用 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只有靠这个 你要杀他的时候只有挤 挤的时候就被人家先手一扁 嗯 就是在杀人家的时候呢 这一下就必须得被人家先手一扁 那先手扁完之后 这个结显然就 就变成了一个白棋的生死结了 嗯 所以说看上去 就能提一下的地方 实际上 没有用 实际上你提完之后 人家也是块活气 就你不敢去杀别人 嗯 那这个白棋亏损的地方 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 被人家团在这 将来被人家一打的时候 其实不是黑棋不活的问题 而是白棋不活的问题 白棋不走的话 白棋是一个活得很铁的一块气 嗯 现在就变成一个白棋不活 所以说这个 哪怕是不是先挤掉 可能 白棋如果先挤 对先挤 他不肯先挤完 人家直接一做眼就活了 哦 他是想保留 对他要保留让黑棋不活 他就是如意算盘 就是他以为打师总是先生 但是稍微忽略了这个 这个团 非常机敏 这张戏非常机敏 嗯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就是 呃 自己作演的同时 就高效率的不活 实际上是自己作演的同时 威胁白棋 对 他拐吃 这拐吃 让白棋 可以说是痛不一声 这拐吃太难受 你如果提掉 这木树先损 嗯 这样木树是先亏的 你如果接上 那这上面有可能有这个收气的关系 有可能 这是非常现实 因为你一提 他一打吃 这气就越来越紧 对 一旦有一天形成这个打结的时候 那这个气就是明显是这个一气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说他这个时间拐吃问白棋一下 嗯 让白棋非常难受 实战是反反击 人无可忍 煎这个 然后被提掉 提掉 这时候我觉得形势已经逆转了 嗯 这个时候白棋已经不太对了 就等着去上面 白棋走 呃 从本来是静活的 对 走的就看不清了 本来是静活的 现在白白给人家留一个那个 嗯 去去杀人的可能 而且自己 而且关键是这个 呃 没有任何价值 就打一个 你不可能威胁到黑棋了 对 这黑棋一团是不是木树还稍微好一点 木树也便宜 对 怎么看都亏 嗯 现在被一打吃 他这有点失去理智 他就尖这个 嗯 这个也不对 先手提 然后白棋这这几个子又变得聚重 对 这个尖 除非是这边有非常严厉的手段 要不然 等于是被先手提了一下 嗯 这时候 小范亮到了 嗯 拐吃 这个小范的 力量是非常 嗯 非常非常 可怕的 他这个计算基本上没有食物 放了一瓦 哇 这应该是 就是很漂亮的这种 嗯 组合全在一起 这时候我就 这时候我就在当场 现场看的时候 看这个台下的脸就红了 哈哈 就这几张下完之后 瞬间这我们小伙子那个脸就涨了通红 嗯 嗯 这个意思是说 就是 他这个黑棋已经 黑棋已经联络了 黑棋已经联络了 那这样的话 白棋这条棋不是就是自己扇了自己一耳光 但是你走了一后手 人家拐吃的时候 你以为是双方 搏命 就是说我杀你一块 你杀我一块 是这种概念 但发现你根本杀不掉人家 你这招其实完全没用 那 这个 其实对于 心情上来说 打击也挺大的 嗯 心情很坏啊 之前的优势也 也没有了 那就提这个 而且还要挤在这 挤在这补 嗯 确实是太狠 哈哈 就太狠了 这个其实就是走什么都提这个 打这都行 挤在这还要灭着你的眼 对 而且这气啊什么都有关系 对 以后是不是这断什么 对对 他觉得全都标注 我觉得还是算了 应该吃这个或者提那个算了 这个将来毕竟还是有点稀的 将来这个一 打 就这样 嗯 再接底下 这还是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麻烦 嗯 如果外面就有 比如说白鞋又都走厚了就好 对对对 但现在不行啊 现在人家一吃 沾 这一吃白鞋局部是不好收场 嗯 沾上这尝出来不行 这几个估计要死 对这几个有点烂 你要团在这的话 这气太紧了 这也能贴出来 也是 凶险 这块有危险 对对对 黑鞋不会死 就黑鞋它底下打打吃一个 这扳了虎都先手 它不会死 所以说它 挤在这儿 它就非常好 其实没有必要 它已经便宜了 便宜很多了 好像白鞋是提了 提 看白鞋在提 还得回来跑这鞋子 对 白鞋打 黑鞋非常厚啊 这白鞋这几个把黑鞋撞的 嗯 铁后 黑鞋还立 这先手 对 这个时候应该是黑鞋明显有势 太长 接上 它得吃了 去 这样等于黑鞋 刚才还可以一手气吃掉的 现在它花了两手气 逆收了一个关子 嗯 这个逆收关子 其实并不大 这主要是它不大 跳这个 这招跳从后面结果上看是 也是不太对 这招其实可能还不如往中间跳 争取联络 对它跳在这儿要好一点 现在后面那个它被分断之后还是很苦的 现在有一步棋特别特别大 就是这底下跳这个 这招棋 嗯 有拟收接近拟收石墓 这是 呃 就是难以想象的大 因为在这盘棋来说 呃 双方都定型的地方已经很多了 就是 墓术找不出很大的一个 棺子 很难找到很大的棺子 嗯 那这种一收石墓 就是太大了 基本上是二十墓 对对对对 太大了 白棋如果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现在形式不利的话 可以考虑拼这个 如果这时候觉得还可以有棺子收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跳这个或跳这个 这两个选一个 就这个联络就是明确一些 对对联络明确的话 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木 嗯 白棋还有一点点木 我觉得黑棋刚才如果要不去画一首 其实吃这个的话 黑棋会更好 嗯 这个还是小 这个才尼收 这不当尼收五木 这个跳一个 比这大了很多 看来跳这个 啊 马上我们为什么说那个大 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饭 这年轻人的后半盘都非常的厉害啊 嗯 稍不留神 白棋的时候飞这个 白棋这个 对 这逼着白棋去这儿飞 这白棋已经是非常难过了 人家刚下了一道这铁壁 白棋就贴着人家铁绿 单关 对 就刚才直接放在这儿 要好很多 看一下 这些 好这个 对 记着其绝妙 记着其下得太好了 嗯 如果普通 很佩服 如果普通单靠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 嗯 然后实战 然后再看看它 到底妙在哪 这是 呃 大家不要随便的去学 这是特殊场合下法啊 但是确实下得好 因为黑棋这外面实在是太厚了 嗯 就这种手法就可以成立了 你如果单靠的话 就被白棋一顶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如果在家 它可以搬到一路 嗯 这黑棋是冲不出来的 嗯 但我先靠你不能顶 先靠你顶我这冲出来 对 先靠你无条件 只有挡 只有在家 实战它一接 就等于这个时候呢 被黑棋夹着了 嗯 对 把这个次去交换一下 对 那你如果不接 它为什么就是还是要硬着头皮去接 你如果不接 你就打这个 打这个的话 这被黑棋打湿 这个地方等于被黑棋先手就被靠住了 那刚才我们说白棋跳一个笔 所以这可不差不多现手石墓吗 这个地方全都是墓了 刚才白棋跳一个 白棋底下有好多墓 嗯 所以说这个它是忍无可忍 转一下 嗯 啊 这我觉得但是 是不是还是得忍啊 嗯 咱们都都不太行 这个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白棋不太行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走的 还是个打截杀 这地方人家一接 这局部是个死器 嗯 啊 是不是靠这个先 对 这局部是个死器 但这个截 黑棋也不敢随便打 为什么 黑棋打完之后 白棋这一击 嗯 先手白棋截 黑棋这块棋也是个打截杀 嗯 但毕竟白棋这有负担 而且这个已经木树先损了一大把了 这个已经损多了 亏多了木树 嗯 黑棋点这个吧 嗯 嗯 刚才白棋如果连过来还有一点潜力了 现在被黑棋点 对 这都是 全部单关连回 对 而且现在上下两块都特别薄 对 这也是实际在拼搏 嗯 那个 嗯 谈一下我相信他这时候对点木肯定早就点清了 他对这形式是非常 不乐观 嗯 对他很清楚的 这时候肯定不好 嗯 白棋黑棋选择挑这个 白棋肩 这白棋骑行太难受了实在是 大家看一下这白棋这个骑行啊 人家两边是铁 它是夹缝中求生存 嗯 而且这个都是离死外伤的 这都是 要就这块 这个子就受伤了 那实际肩这个 这都是大猎型 被人家一出 哦 他那个先交换了一下 刚才是 哦 他先断 然后白棋肢先交换了一下 嗯 这是很重要 此之不早的话可能都快死了 好的 这时候黑棋其实可以考虑尖一个 这白棋也是很痛苦 嗯 这只能 要么推这个 要么推这个吧 对 你如果推这个的话就是尾巴已经掉了 人家一搬了一挤 挤啊 这尾巴吃下的话 这骑就已经 基本上就结束了 嗯 你要是推这个 你就挤这个不行 挤这个被他一连搬 就死了 你就推这个 推这个的话 黑棋在一跳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个骑行 这简直是 真的是痛不痛 或者是他搬这个也行 搬了在一起 嗯 嗯 这全都得贴着人家后视单关去连 然后以后是不是再一次 对 再一次 或者往里一冲 你就得团住 今天完了力都先手 这脚的关子全都让人家收掉 这个 基本上就 白棋不太行 最后就剩了大概三四木棋 对 白棋刚才这一块 你说这很有潜力的棋 对 人家全都是先手就给你冲的七零八落的 这个白棋是已经不太对了 虽然他跳这个 已经比较客气了 哎 比较客气 但是这个也行 这白棋也是棋型很差 嗯 应该出 对 哦 这个不好意思 在红椒以前的时候 黑棋绿过 嗯 对 然后 这不是拼命啊 这个是没办法 黑棋是剑 嗯 这一代 黑棋下的有点不可理喻 这个是白棋便宜了很多 对 白棋病罪 这都是拼命的找法 就是 强行分断 强行分断 自己做活的时候 然后要杀黑棋 嗯 这个显然是梦想 听起来就很不可思议了 对 黑棋尖这个有点手软了 这个时候有点手软 这时候其实爬这个 白棋就更坏 白棋是不是整块 就是眼味都有点 就 就说白棋就是 他只有做活 不走这个就整块都死了 嗯 只有这样做活 随着一冲怎么办 这样忍辱负重 沾上 啊 就这样做活 这黑棋就算在做活这块也行 这上面 白棋已经烂了 嗯 就是黑棋简明的 对黑棋比较简明吧 就用下法 看看是在 是在尖 是在尖 他想先先交换 嗯 但是对白棋 可以打在这儿了 对 打在这儿之后白棋还是安全的很多 这个时候就是 嗯 冲 嗯 嗯 这个时候 你说黑棋的这个后半盘下到这儿 几乎是没有什么失误 这个 后半盘确实小贩下得太好了 嗯 尤其是这个靠的家 嗯 这个下得太好 这印象很深可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白棋突然是来这儿挤 我觉得这个挤应该是本 就可以说是败招吧 本局的败招 他怎么着也应该打在这儿 这做活同样都是做活 挤这个是 几乎是没用 嗯 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没用 他挤这个呢 他是想梦想有朝一日他沾上 尤其这个角 是一个打结活 但是这个首先就不可能 因为你沾人家也沾 你这断不断 断被人家打死了 嗯 所以说这本身人家就是活棋 但是他呢也是有想法 他就是让你活 比如说 这次他一沾 你一提 或者是你一走这个 他就先手把这个跑回来 你在脸上 嗯 他是说觉得 这个等于他这个可以先手 残销这个先手 对先手脸 但现在问题是该黑棋下 轮黑下 那所以说人家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黑棋一系列的下法 之后把白棋这几个字吃掉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关子 如果刚才打在这的话 那白棋吃黑就吃不掉白棋这几个 这样可能还有胜负 这样的话 但是黑棋这个后面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嗯 写在这儿 写在这儿呢 黑棋实战是 冲这个 是冲这个 嗯对 这冲可能也有点问题 这个 嗯 就没有价值 这个 这个叫 然后他 他接上 就接上了 对 黑棋在这儿冲了两个单关 突然之间冲了两个单关 他这时候我估计他是 呃 有一点点无算 他觉得 白棋大龙 嗯 对 应该是 因为他这个 不要这个大龙 小小贩的这个 计算力是非常强的 他肯定看到比如说这种变化 你团这个线手 你再搬 他冲完之后就抢 嗯嗯对 吃两个不破 强心破眼 嗯 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图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可以靠 嗯 这时候我是看那个 想翻译他这时候可能是 没有看到这一手 他开始长靠 再接上 看他后面还是冷静下来了 就还是冲这个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当初这个挤 是多么的不当 嗯 黑黑棋挤 挤 一起踢 一起一段 再就冲了 这可以再把那两个尖出来 本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退路 本来这是打在这儿 同样都是做活 我们刚才说黑棋如果接 白棋局部是打接活 那你同样补活的话 可以补在这儿 这上面白多一个接 先走这个 是一个四目锡的关子 后手四目锡的关子 这实在是太小了 就世界上已经找不出 比这个更小的关子 这样白棋打 这后面的黑棋就看得比较清楚 让他吃这个 黑棋在这个接上 这时候白棋整个大龙不活 只有靠着这个去做眼 它是挤这个 嗯 先在别的地方 先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然后挤这个 嗯 这盘棋的手术很多 我们就 把这个 嗯 主线的 变化摆完 就可以 团队做火 这后手火非常委屈 关键是可以去抢到这个 然后后面就是双方开始收关 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 呃 再接下去又进行了很多很多手 最后是总共下317手 但是后面其实是呃 都是在手痕比较小的关子啊 双方在打结这个手术很多 但是已经跟胜负没有关系了 黑棋这个全局太厚了 嗯 后面打结是 所有的结全部被黑棋撑住 嗯 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范就绝不手软 但其实它是 后面是盘面10目 嗯 他是赢了又 黑剩两半 两半 但是一个盘面10目 实际上还是 呃 赢得挺多的 但是 呃 总的来说呢 就是黑棋是 双方可以说各下半盘好奇吧 黑棋是赢在后半盘的 这个 嗯 一度我们开始就是在呃 就是续盘阶段是觉得白起不错 对对对 就出现 首先这个问题手打吃 对打吃是第一个问题手 就就比较不好 后面还有就是呃 他没有去连这个 他去跳了一个 嗯 这个是导致局面瞬间呃 陷入被动的一个导火索 嗯还有他这几个 对这几个太过随手 嗯 嗯 是实在是 有点问题 下的 嗯 非常可惜 对 总之是比较可惜 但是呃 黑棋的后半盘我们可以说 还是很精彩的 嗯 可是让我们欣赏到的这种 年轻骑手 对 看到了我们将来的希望 嗯 这个靠了架 这个 确实是学到 让我觉得 学了不少 嗯 嗯 好奇 下的很好 好那今天这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也到此结束了 最后我们感谢赵守勋 嗯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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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